欢迎收听吕鹏大案纪实 说到骗钱呢 咱们可能都会觉得啊 骗子呢 得优先骗那些富人的钱吧 但今天要讲的 这群犯罪团伙啊 为了发财 打起了流浪汉的主意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007年12月16号 台湾省新北市 淡水区的一家民宿 安排了一趟小型的员工旅游 参加旅游的呢 一共有三名员工 他们分别叫梁钱昌 宋晋才 以及杨明璋 这三个人满心欢喜的 从台湾来到安徽黄山 来玩来了 没想到梁钱昌啊 坐在悬崖旁边的栏杆上 拍照留念的时候 却从1600米高的屎信封上坠崖身亡 他的尸体很快被当地公安机关找到 经过警方调查之后 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最后呢 以意外事件结案 梁钱昌的尸骨也被烧成了骨灰 送回了台湾 一个月之后 台湾警方呢 接到了保险公司的报案 声称有人骗保 警方立刻立案调查 而经过调查得知 这不仅仅是一宗简单的杀人骗保案 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惊人的内幕 2008年1月份 台湾的保险公司呢 突然收到一位女士的理赔申请 理赔金额高达5000万台币 女士啊 叫莲尚莹 29岁 长得那挺漂亮的 她说自己46岁的丈夫 梁钱昌 在安徽黄山旅游的时候 意外坠崖身亡了 由于之前 她为自己的丈夫购买了人身意外险 所以现在来办理理赔 面对如此巨大的理赔金额 保险公司那自然是非常重视啊 所以很快呢 就把死者的履历弄了一个明明白白 根据保险公司调查显示 受保人梁钱昌46岁 生前呢 曾经就职于一家名为老董家的民宿 他在出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和29岁的连上迎接的婚 而在民宿工作之前 梁钱昌 却是一名一无所有的流浪汉 已经在街头流浪多年了 并且患有小儿麻痹症 让保险公司觉得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这样的情况之下 梁钱昌 在短时间内就找到稳定工作 还娶了一个比自己小17岁的 又很漂亮的女人连上迎 又那么巧 在事发前购买了巨额的保险 难道说在梁钱昌身上 发生了什么流浪汉逆袭的励志故事不成吗 保险公司 他当然不会这么认为啊 他们呢 立刻找到了梁钱昌的父亲 这时候梁钱昌的父亲才知道自己儿子死了 而且他对于儿子已经结婚的事 更是一无所知 他很惊讶 哎呀 他都已经离家出走很多年了 穷得叮当响 连自己都顾不上 有时候啊 还得回来找我要钱呢 他哪来的钱 去结婚旅游啊 老婆还这么年轻漂亮 而且你看我儿子 又老又穷 又有小儿麻痹 哎 你要是女人 你会嫁给他吗 虽然呢 这爹说的话挺扎心 不过人是实话呀 保险公司呢 就觉得呀 这宗李培 有着重大的骗保嫌疑 于是连同梁钱昌的父亲 一起来到警局报案求助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通过报警人提供的信息 整理了一下大概的时间线 2007年11月20号 死者梁钱昌跟连上莹结婚 12月16号 还不到一个月呢 梁钱昌坠压身亡 2008年1月份 连上莹呢 就申请5000万的巨额 李培 可以看出来啊 从结婚到死亡 再到李培 前前后后 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尽管警方也发现 这次李培是疑点重重 但因为意外发生在安徽 而不是在台湾省岛内 相关的死亡文件呢 也相当齐全 死者也早变成一堆骨灰了 连证明是死者梁钱昌 本人的DNA鉴定 都没法进行 这让他们的侦查 严重的受阻 为了突破僵局 还有不打草惊蛇 警方决定啊 先做暗中调查 从老董家民宿 安排的员工旅游 开始查起 这老董家民宿啊 在淡水附近一带啊 算是小有名气 因为价格合理 装修呢也挺好 再加上旅游热点 淡水老街就在附近 所以成为了很多游客 住宿的首选 而且老董家在网络上 拥有比较好的口碑 还有挺好的人气 甚至被网友评为了 A级民宿 警方调查就发现 民宿是2005年开始营业的 老板呢 是38岁的李宪章 他原来啊 从事过房地产行业 后来投资失败 从而转行 开始经营民宿 表面看起来一切正常 但是警方却在随后的调查之中得知 连上莹竟然是民宿老板李宪章的前女友 并且在坠崖事件发生之后 两个人呢 经常在一起 更引起警方注意的是什么呀 连上莹在丈夫死了之后啊 竟然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的情绪 反倒是对李裴的事情非常的上心 在出事第二天 他就立马飞到安徽 迅速办好了所有的手续和证明文件 一个月不到啊 就准备好了所有的资料证明 开始向保险公司申请李裴 而在他提交的李裴文件里 出现了多张事发之后 才拍的现场照片 这就不符合逻辑了呀 因为一般人 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 突发意外 肯定是惊慌失措呀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一时间就会报警求助 但同行的两名员工呢 先顾着拍照取证啊 来供李裴用 等拍好了照片 这才下山去报警 警方还发现 这李宪章因为投资失利 急需资金周转 这也让他有了杀人骗保的动机 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 这民宿老板李宪章和死者老婆连上营 很有可能连同两名员工 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 以员工履行为由 制造意外 把梁钱昌杀害 再榨取巨额的保险金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秘密侦查之后 收网行动也随即开始 警方啊 出动了大量的警员 把民宿团团的就围住了 迅速控制了民宿里面 所有的工作人员 然后呢 开始逐层的搜索 民宿员工一开始呢 还非常配合警方的工作 直到警方来到409号房门之前 民宿员工突然开始紧张了起来 那么这709号房间里面 又有什么 警员呢 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上前 强行把这房门可就撞开了 冲入房间之后 任凭当时的警员想象力如何丰富啊 也绝对想不到眼前的场景 只见这房间呢 密不透风 在狭小的空间里 一共摊坐着四男一女 每个人呢 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骨瘦如柴 神情恍惚 唯一的那个女性 下身赤裸 似乎遭到了性侵犯 这些人身边的塑料袋里啊 装着一些严重变质 可以说连猪狗都不会吃的流制食物 空气里就飘散着那股子 常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味 除此之外 警员还在民宿办公室里 发现了大量和身份有关的证件 其中呢 一些属于房间里的四男一女 而另一些证件的主人 还并不明确呢 经过询问 这四男一女啊 都是当地的流浪汉案 流浪女 年纪最轻的是一对28岁的双胞胎兄弟 年纪最大的 是一名42岁的中年男子 在警方到来之前呢 他们一直就被禁锢在这间709号房间里面 时间最长的已经达到两年之久 据这些流浪汉说 他们平时吃的呢 都是其他一些房客呀 吃剩下的食物 有时候连上营 甚至还会强迫他们跪着 像畜生一样 吃这些残羹剩饭 而且他们的吃和拉撒 都是在这房间里面解决 加上房间密不透风 所以里面的味道可想而知 会有多难闻 他们还说了 老板李献章 从来不给他们外出的机会 所以逃走 几乎是不可能的 之前呢 就曾经有一个流浪汉 用砖头打碎窗户 试图求救 然而不但没成功 换来了一顿毒打 在经过了短暂的问话之后 警方把所有相关人等 全部带回警局 做进一步的追查 也立刻将涉案的四个人逮捕 他们包括民宿老板李献章 老板的女友连上营 和来参加员工旅游的宋进财 还有杨明章 在随后的侦办过程中啊 警方呢 终于把隐藏在老董家民宿背后的惊人内幕 逐一的揭晓出来 原来 从2005年经营民宿开始 老板李献章 就会前往各县市的公园 车站 寻找合适的人选 而这些所谓的人选 就是那些居无定所的流浪汉 然后呢 他会对这些流浪汉说 民宿啊 需要招员工 年薪20万新台币 不仅包吃包住 还会购买基本的社会保险 这些条件 对于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来说 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所以李献章呢 轻而易举的就能把这些流浪汉骗到老董家 每期名曰提供工作 实际上一进入民宿 他们就会被关进709号房间 就像牲口一样被圈扬起来 然后啊 强行没收他们所有的身份证件 把他们登记成为民宿的员工 为他们制造银行流水 薪资证明 让他们在政府的档案上 从一无所有的流浪汉摇身一变 成为有稳定收入的工人 等他们的工作资历和社会信用 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 这也就意味着收割的时候到了 李献章呢 先是利用这些流浪汉的身份 向各大银行申请信用卡 然后培养良好的还款记录 等信用培养起来了 就开始向银行申请各种各样的巨额贷款 最后呢 赖账不还 保守估计啊 两年之间 李献章团伙利用至少19名流浪汉 非法榨取了1亿3000万新台币 因此 关在709号房里的每位流浪汉 他们身上都不约而同的背负着巨额的债务 而当他们信用破产 再也榨不出一点油水的时候 李献章呢 就会掏空他们最后的剩余价值 而这个价值就是他们的命 2007年11月份 李献章从几个流浪汉里选出了梁钱昌 因为梁钱昌啊 信用早就破产了 毫无利用价值 于是李献章让梁钱昌和自己的女朋友 连上莹结婚 再安排他们呢 到黄山旅游 连上莹啊 原本的向旅行社购买了蜜月旅行套餐 但因为他不敢动手 于是改为了员工旅游 让杨明昌和宋进财来动手 2007年12月15号 三个人登上了飞往安徽的航班 出发之前呢 连上莹还亲自到机场送行 并且啊 还在机场的保险公司柜台 替梁钱昌呢 投了5000万亿外险 受益人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而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的梁钱昌 就这么傻傻乎乎的 登上了这趟为他精心安排的死亡旅程 到了第二天上午 三个人呢 跟着导游在黄山景区游玩 杨明章和宋进财啊 就暗中啊 寻找合适的动手地点 等到中午 回到旅店休息用餐之后 这俩人看天气不好 游客很少 心想这好啊 这是动手的机会呀 于是呢 就借口要去景区拍照 先向导游报备 然后带着梁钱昌 登上了史信封 三个人呢 来到了一处悬崖边上 眼见四下无人 于是杨明章 示意送进财在旁边把风 接着呢 骗梁钱昌坐到栏杆上拍照 然后把他就推下了高度超过一千六百米的深渊 根据警方调查得知 之前被救出的五名流浪汉里 有三个人的受险投保总额已经超过七百万元 可以说啊 这三个人都已经被李献章团伙宣判了死刑了 如果不是及时被警方解救出来 他们的下场就会像梁钱昌一样悲惨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发现 从2005年开始 在709号房间里 一共囚禁过十个流浪汉 除了成功解救出的五位 明确已经死亡的有两位 一位呢 是坠牙身亡的梁钱昌 另一位呢 是一个姓陈的52岁的男子 而这个老陈 背负着两千多万的土地房屋贷款 然后突然暴毙 警方推测他的死因极不单纯 很有可能和本案有关 而剩下的三个人呢 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 至今都没找到 尽管如此 但警方苦于没有证据 最后只能以梁钱昌一宗谋杀案 对四人做出起诉 在审讯过程中呢 这四名犯人呢 因为早就串好口供了 在众多事实面前 就是死活不认罪 于是警方动用四组人员 同时对四人进行测谎 结果全部没能通过 但是面对测试结果 他们还是不肯认罪 警方决定 在身为女性的连上营身上 寻找突破口 期间呢 多名资深警员 对连上营进行劝说 那是小知以情 懂之以理啊 可是用尽了方法 连上营呢 人还是摆出一副扑克脸 是吧 完全不为所动 随后 警方在连上营的日记本里 发现了五篇日记 内容写着啊 你在天上过得好不好之类的句子 原本呢 以为他是因为心虚 写文章啊 来悼念已经过去的死者 结果警方疑问之下 才知道 感情这日记 是悼念自己死去的宠物狗 他还说了 家里还有只贵宾犬 没人照顾呢 因此感到很担心 警员一听 灵机一动 说你只要啊 把你知道的全都供出来 我们愿意帮你照顾你家里的狗 哎 没想到这招真管用 直接突破了连上营的心理防线 随后把整个计划经过全盘拖出 面对连上营的证词 杨明章和宋进财也选择了招供 不过主犯李献章啊 是不断的喊冤 说自己只是好心收留流浪汉 并且给他们提供食素 但是在关键细节上 无法自圆其说 最终李献章被判处无期徒刑 连上营被判处 十一年有期徒刑 杨明章被判处 十六年有期徒刑 宋进财被判处 十四年有期徒刑 至此 这起无数人关注的杀人骗保案 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咱们呢 这个案子呢 就讲述完了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是 感谢观看